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翼龙了 我特地捉了你最喜欢的鱼 想和你一起吃 然后我还想看着你说一声 谢谢你 真的非常谢谢你 霸王龙一直一直望着小翼龙消失的方向 三言两语却温暖心田的话语 从霸王龙口中述出 这是日本童书作家 宫西达野老师 我是霸王龙系列书籍 小翼手龙篇的结尾 由恐龙爸爸称号的日本绘本作家 宫西达野 于2月24日下午现身台湾 于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行见面会 分享霸王龙系列故事 20年间的创作秘星 我们当初会选择宫西达野老师 作为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 是因为老师在日本 其实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儿童 算是艺术家 对那我们其实知道老师出了很多系列 那其实最有名的就是 我是霸王龙这个系列 那当初会选择这个其实 因缘机会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朋友 都很喜欢我是霸王龙这个主题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 特别选了这个主题当做是 这一次我们展览的 算是主题贯穿这整个展览 我们知道老师年纪比较大一点 对所以他体力比较没有想要负荷 等于签全部的小朋友的书 对所以我们这次有跟老师先沟通过 我们还是争取了部分的名额 那就是有抽到了就是运气很好 就可以获得老师他的亲笔的签名 我们这一场活动因为爱与场地的关系 我们这次总共招募了150个大小朋友 我们没有限制只有让小朋友来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老师其实有很多 也是大朋友是他的粉丝 所以我们是大小朋友都有开放 那以目前的比例看起来大概一半一半 就是一半其实大朋友来的踊跃非常踊跃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对 一个呢就是到非常有名的 绘本画家的老师里下去当他的弟子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大姐家 要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有名的赏 那可是因为老师那时候没有什么钱 那他就选了第三个方法 那日本他们有出版社都会接受 作家拿他们自己的作品去毛遂自荐 那老师那时候就选了这个方法 他说喂喂喂出版社吗 我这边画了一本绘本 你们愿不愿意帮我看看呢 那你就拿来啊 那那你就拿来啊 那那你就拿来啊 那我说话 那我说话 那那我看了 希望当时的他的接触 的编辑也跟你一样热情就好 我看了我的编画 什么是 那你带来 结果被伤到当时的编辑根本完全不理解 看到他的作品觉得很难过 就直接叫他回家 宫西达野老师曾说 他不是特别为孩子或大人创作 而是为所有年龄层的读者而画 因此其故事总是透露着淡淡的遗憾与感伤 以绘本作为媒介 真实传达世间炎良百态 并期望大家能从中感受到爱 经由这样的概念所创作的作品 总令读者感动且印象深刻 疗愈了每个人心中的内在小孩 那个今天是宫西达野老师来台湾的 就是粉丝的签书会 那我是跟我两个大儿子跟小儿子 还有我太太一起来 因为其实宫西达野老师 在儿童绘本届版就很有名 那我大儿子出生其实就有看他的绘本 那他们看了都很喜欢 因为宫西达野老师的书 就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得到最多是宫西达野老师 有分享他绘画的一些经历 那就是说遇到一些困难跟挫折 其实不用担心 只要你找到自己有热情的事情 你都可以成功 我觉得其实宫西达野老师 除了正能量以外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爱的人 因为他的绘本里面 其实充满了爱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希望我的小朋友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的心情 然后去面对他接下来的人生 就是因为他其实很喜欢宫西达野老师的书 然后他从很小的时候他看不懂字我就念给他听 然后他小时候懵懵懂懂也不太理解 然后就听到哭这样子 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带他过来看看老师本人 然后希望可以启发他喜欢画画的心 然后继续努力跟继续阅读这样子 启发的话希望他能够保持善良的心 就是即使是印象中很刻板的霸王龙的角色 也可以有颗温暖的心 即使是别的像翼龙的角色 他也知道说不同种类的龙 可是他也能够跨越族群的那种感觉 然后去互相协助照顾别人 希望这种老师故事书里面的精神能够传递给他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一些成长过程中温暖的想法这样子 因为恭喜大爷先生是我们的偶像啊 这奶奶要我来看 好的 恭喜大爷老师的作品非常的有很有趣的 然后也有很感人的 然后所以我们会很喜欢他除了图画之外还有他的内容 应该是说一种精神吧 你看老师刚刚都蹲着帮小朋友画画 然后每一个画都这么用心 这就应该是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去学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形象 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跟他学 恭喜大爷老师 我是霸王龙作品的魅力 艺术层面来说 在作画上运用鲜明的黄橘蓝绿等色彩 以大块平图的方式和粗黑线条描绘轮廓 打造鲜艳大胆的画面 脚本故事的创作充满了爱 让童书作品成为新手爸妈们 与孩子一同成长的桥梁 甚至许多大朋友的粉丝出现在活动现场 对当然这是一方面其实是 我们也是希望促进大家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3C比较多嘛 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 培养小朋友有阅读的 就是多多阅读的能力 对那特别这次是选了绘本作家来做合作 那当然如果效果好的话 我们也希望之后也可以多做一些类似的展览 带给小朋友多一点不一样的体验 那说到我想问妹妹 妹妹你今天画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霸文伦跟小甲龙在吃红果 那你看了高兴团阳老师的书了吗 喜欢吗 喜欢 记者领席会丁克宇台北报道 我记得到这里 这个是霸文伦跟小甲龙在一起 众带那边 我记得了 就是霸文伦跟小甲龙在一带 我记得了 我代表